我们的艺术家们和这个企业家们聚会的这么一个场合 我很同时一定要参加 在今天的聚会上 我们的艺术家们受到了企业家们的尊重 企业家们受到了艺术家们的尊重 在这里大家都受到了尊重 这样的好事 我们觉得今后应该多多的举办 我顺利我代表了这个周明熙馆 祝贺今天财富论坛与年华网会的这个成功举办 同时呢也祝贺这个大年三十晚上 湖南同山会这个年华网会的这个举办 这个财富论坛主义也是个很好的这个idea 我们这个谭伟生先生这个他举办这个财富论坛 这已经是第二次了 我一直认为这个很好的主意 他至少就这样两个意义 第一个意义就是说 就像我们华侨华人一样树立这个华家资富的理想 首先什么是有理想 有理想有道徒 这是迈出程度的第一步 如果什么是想不敢想 那怎么去资富呢 所以他举办这个财富论坛 第一是为我们树立华家资富的理想 第二是我们大家坐下来 共同的探讨华家资富的道理 华家资富的途径 我觉得这个 他写的一个书 我也认为败读了 不能说我们读了书以后 不能做一个华家资富 不能这样说 但是我至少可以说 读了他的书以后 听到他的演讲以后 我们可以收到一些启发 可以从中收到一些启迷 另外我们大家就坐下来谈 坐下来讨论 可以相互的启发 相互的启迷 这样我们大家可以在这个 八家资富的道路上 来取得成功的希望 就会多一些 再一个就是这个 刚才我听到这个 余老师的发言 我也很感慨 这个余老师的是 我们很尊敬的一个艺术家 这个 这些年来 从博勒亚 这个 来了不少的移民 来到加拿大 这个 说实在的 这个 一部分人啊 实得了成功 还有相当多部分的 同胞为啊 在这个 在这个 移民的道路上 应该说 这个叫幸福 啊 我 坦白说 告诉大家 中国政府 在这个世界啊 是很惦记的 惦记的 惦记的大家 是来自的 他们在家大 过得怎么样啊 他们是不是 安排一项月来 这个 还是惦记的大家 作为良家 惦记的土豪 那 不光说 惦记 有什么实施行动呢 应该说 还是有个 我可以 反正在这里 告诉大家 首先 中国政府 努力的 要维护这个 中国和加拿大的 友好合作关系 只要 中加两国 关系友好 就为同胞们 在加拿大 落地深耕 穿越 有了一个 融绽的 很好的 氛围 中加关系友好 就有利于 同胞们 在加拿大 穿越 所以 这是我们要做的 第一件事 就是 唯一为中加两国 友好合作关系 第二件事情 就是 中国政府 包括我们总领事馆 还有 祝福太华的大使馆 我们都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们要推动 当地的社会 正合我们的专业人才 任何从中国来的艺术家 工程师 医生 各台会议的专业人才 我们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见到他们的议员 见到他们的市长 见到他们的官员 我们都向他们讲 向他们说 说我们呀 从中国来了很多的艺术家 来了很多的工程技术的人 来了很多的专业人才 到了林郑以后 他们现在没有发挥作用 他们在打苦工 这是很大的浪费 这个是人才的浪费 我们跟他们说 我们努力的推动他们 要发挥这些 装业气势的人才的作用 在去年 南大月星的移民厅长 去中国访问了 他去中国访问 在中国收费了很多热情的接待 这个去了江苏省 去了上海 去了北京 可以说他的访问 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他回来以后 走到哪里 就是我们中国好啊 说中国好 中国和这个 中国的进步的发展 很有前景 加拿大要和中国进步的发展 如何合作关系 他说我穿的衣服 就是在上海买的 这个质量很好 他走到哪里 就说中国的好话 然后他回来以后呢 这个在努力的推动 我们中国来的移民 比装业这个 资格的政策 不久前 安大岳省通过了 214号法例 就是这个 庄业人才 平等就业法例 和 在这里 十分的赞赏 高度的赞赏 安大岳省政府 这种 对我们移民 平等相待 提倡多元文化的 这种政策 这样来 我相信 这项政策的实施 必然会 为安大岳省 以经济繁荣 和社会发展 这个 做出 很大的贡献 对 说得非常的对 那么 刚才厉害 也是跟我们介绍的 也是这个 中国和 加拿大和安省的 这个友好的关系 好 谢谢 大家是不是 我说的太长了 没有 没有 如果说的 很开心的结束 这个 就是说 这个 我们这个 作为良家人 是惦记着大家的 我们这个 还跟这个 警察部门 跟各个 各个这个 有关的机关 这个 结束的时候 跟他们联系的时候 我们都没忘记大家 我们都在 努力地推动 想努力为大家 符罩一个 这个 这个安住恶业的环境 现在我这个不想 占用大家工作的时间 还是 祝福大家 在这个加拿大 安住恶业 落地深耕 这个 尽快地啊 这个 罚家致富 如果暂时 尽力罚家致富呢 至少能够坐上 小汤的日子 这个 总领事馆 是你们的良家 是吧 欢迎大家 有什么事呢 跟总领事馆联系 大家可以随时找我 欢迎大家到总领事馆 去坐一坐 去喝杯茶 谢谢大家 好 谢谢你的共同领事 非常热情洋溢的讲话 那么也在这里呢 有请李主演 是对我们今天这次成功举办网会的这个主办方 还有对我们付出心情劳动的演员呢 颁发一下荣誉的证书 好 那么有请李主演 谢谢 和我们共同来 呃 奉献给大家一些精彩的节目 那么